其实明天要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是什么 这个死刑到底有没有违宪 明天总算要告诉我们国人一个答案了 37名死囚发起的这个死刑违反宪法 而发起的这个释宪案 明天宪法法庭预计会在 应该是下午的三点钟来进行宣判 不过现在各界认为应该会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宣判核宪 那就是代表死刑存在是没有问题的 符合宪法意义的 那代表呢 目前所有的死刑案 就是进入待执行的状态 但因为其中部分还是会继续的申请视线 所以短期之内 我们可能还是不会有看到一些 枪决执行这样的新闻出现 那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宣判违宪 那就比较严重了 这些死刑的案子 全部都会被撤销或者是重审 但问题来了 我们目前有一些配套措施吗 那这些不符合死刑要件的案件 又该怎么办呢 就交由这个行政立法机关 来进行后续的讨论 这就比较麻烦的一个程序了 所以第三个可能性被公认是最有机会的 那就是死刑核宪 但是限缩解释 也就是死刑是规定是合乎宪法的 但是可能一些更重大的案件 就是排除了一些案件 认为这些案件不符合死刑的要决 但是部分范围之内 犯罪类型符合要件的 还是能够判处死刑 那所以代表当中的有一些案子 可能就会发回重审了 但是还是不排除他们 即便发回重审 还是会再判一次死刑 这要搞清楚的 所以目前法界人士看起来 这个核线性 但限缩解释 第三个可能性会是最高的 但是我们来听一听 法界是法界的声音吗 他们是站在这个法律的角度看事情 但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你怎么认为呢 你赞不赞成费死呢 好我们来看这个杀警案的受害者 涂明成的二姐发生了 坚持反对死刑 对视线案表示很忧心 若费死对警察这份职业 即为人民安全牺牲性命的弟弟 将不再有正义公理可言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也再次的提醒政府 听听民意 超过八成以上的民意 是反对费死的 现阶段他认为 台湾还没有条件 可以废除死刑 好各位怎么认为呢 也可以在这个聊天室 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我们继续来看这条新闻 民众要求的应该是 政府要极力打击诈骗 而不是去推动费死 我们真的不清楚说 为什么民进党政府执意 要用大法官视线的一个方式 那明天有可能 视线的结果会出炉 我们再一次沉痛的呼吁 不要大法官变成是 撕裂台湾的千古罪人 我们更希望大法官 可以政治少一点 但是务实层面多一点 让台湾持续 有这样的一个死刑 存在的一个必要性 嚇阻犯罪打击犯罪 要求希望大法官 听到台湾的主流民意 不要跟民意背道而驰 台湾的主流民意现况 就是反对费死 说穿了费死只是 民进党少数人 的意识形态 跟大多数的民众 甚至我们知道 连民进党内部的主流民意 主流意见 可能也都不支持 现在推动费死议题 那到底有没有违线 就交给大法官 那在野党其实 如果真的要把大法官的 提名的全部去做封杀 或者把它全部都砍掉的话 不用找任何理由 手举起来只要够多的话 你只要你喜欢 在国民党 在在野党的心目中里面 去做遵守 那争议的问题 那就交给大法官吧 在协商散会后 突然要求处理 2758决议声明 市议员刘采薇指出 把国际事务操作 变成国内统独议题 很可恶 既然荷兰澳洲 支持台湾 绿委们在荷兰考察时 为何不连数呢 民进党现在就是要 激起统独对立 民进党是把中澳的国际事务 变成自己政治操作的一个工具 我觉得这是非常恶劣的一个行径 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只是在作秀而已 根本完完全全不了解 现在两岸的关系的复杂程度 为什么大家会不太了解 这个2758号绝月 因为那个真的是年代很久远了 荷兰 澳洲 美国 有一件你就直接联署就好了嘛 我承认中华民国 才是唯一的一个代表 那其他的常任理事国 我们一起来联署嘛 我们回归到中华民国的 宪政体制来看2758号决议 把我们中华民国 这个要求这些美国 澳洲 荷兰 重新承认中华民国 就是唯一的一中 唯一的中国代表 就这样子就好了 那我再讲个最好笑的 我问我前阵子才刚从荷兰回来嘛 然后在我前一团的 你知道是谁吗 民进党立委们啊 民进党立委 租公们啊 从荷兰回来 把荷兰挺台 长得这么的冠冕堂皇 那请问一下 你们在荷兰的时候 为什么不直接要求荷兰连署 就是跟台湾建交呢 跟中华民国建交呢 你们人在荷兰 你们都不自己去做这样的要求了 你们回来这边讲说 你看荷兰挺台啊 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所动作 这不是很好笑的一个事实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 民进党第一就是利用 大家其实对这段历史脉络 已经不是那么了解的状况之下 然后去操作 已经不是只有统独的议题了 去操作这种两岸的议题 然后国际关系的议题 我觉得只会让台湾 献台湾于不易啊 不只是两岸关系 未来会更复杂而已 而且简单来说 现在民进党就是要激起台湾的社会对立 为的是什么呢 模糊他们执政不利的一个状况嘛 请问赖清德接下来在立法院的法案 优先法案 现在大家有在讨论吗 没有耶 民进党的优先法案 尤其像是民生法案 没有耶 电价 大家电价 很关心电价涨 对不对 因为电价涨喔 所以政府部门各单位的电价 他们预算都编很高喔 他们自己知道因为电价涨 所以我要吹冷气啊 我也把我的预算编高 然后结果政府部门的官员 叫怎样叫我们不要吹冷气 一个房间一个家开一台就好了 那这样子你干脆都不要 比你的电价预算 你的水电预算就给我维持在 以前的这一个幅度 以前的这一个预算 你都不要涨嘛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是AnKid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你 合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我认为何事 ane弄是次出品的 络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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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